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吹口哨 用口哨吹歌 第一點,你需要說 知道你如何要這樣吹出口哨 那基本上呢,口哨大概有 我會的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我平常在用吹歌的這種 然後接下來是用牙齒 然後可是還是要配合嘴唇 然後這種很難控制 因為你的牙齒如果不是很符合 口哨吹歌的一個樣子 可能就不太能 吹出來 那另外一種是專門很大聲的 吹雲芳的人 可是這個是吸入式的,用吸的 吹雲芳的人 吹雲芳的人 吹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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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呢,比較不牙關 然後也有這種的 但是我不會吹這種的 好 然後而且這個有點不會生 這個還要伸進去嘴巴裡面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要教的就是吹這種 吹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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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呢,你的嘴唇要非常的能 能動 你可以先運動一下你的嘴唇 然後你的嘴唇呢 OK了 你才能吹出那個 該要的那個樣子 因為它必須要一個 剛好符合一個形狀 然後它才能把 聲音吹出來 要不然你就會變成這樣 吹雲 只是在吹氣而已 而且你要稍微把嘴巴拉開 然後接下來呢,如果你吹出來啊 你要用舌頭 去控制那個音階 你要非常的靈活 你這樣子吹快歌的時候才能吹得出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看你能吹多少個音階 因為可能每個人不一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好像可以吹11個 你把嘴巴那個 共鳴槍拉到最大 它是最低音 好,我再試一次喔 我再試一次喔 我再試一次喔 少了一個音階 OK 好,沒關係 那大概就是吹10個左右 你就把握差不多 那一首歌的幅度啊 大概就10階而已 那 就跟我們唱歌一樣 我們唱歌你要知道 你可以唱多高 然後唱多低 你才可以抓一個那個Range 你才不會超過你的極限 然後就破音了 好,那唱歌呢 它可以轉假音 那可是呢 我們口哨啊 不太能轉假音 那但是呢 口哨啊 口哨啊 可以變音質 你看看 我剛才 吹飄向北方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 比較我平常的音色 那 如果要那個 逃低一點的話 然後 然後這是 把你的那個 舌頭啊 稍微捲成這樣子 然後讓它做出 有一種 空氣流動的那種聲音 那 呃 比較尖 就是聲音比較尖的樣子是 你讓你的 舌頭比較平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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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樣子我就吹不上去了 好 那所以說呢 你要自己把握一下音階 因為我不太習慣用這樣平的 那我大部分都比較吹 比較淘底式的低音型的那個口哨 然後口哨吹歌呢 其實第一步驟就是 你真的要吹得出聲音 然後 才用舌頭 做出靈活的變化 讓 呃 那個聲音有 呃 音階變化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可以做一些更高的技巧 像滑音 然後這種 嗯 比較高級的變化 那 首先啊 還是你要先吹得出來 那 接下來呢 如果你可以 用手指 然後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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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呢,大概就交到這邊 因為其實這個還是主要是要靠練習啦 那你練習儀的話才真的有可能吹得出來 那其實師傅也是練了很久,小時候真的很無聊 然後就吹歌 但是現在的小朋友,很多人都是有手機玩 所以沒有那麼無聊可以 有很多電動可以玩 那這樣子就不會像以前一樣 真的很無聊,玩一些蛤蛤飄什麼之類的 好,那就交到這邊吧,謝謝大家 如果你有想聽什麼歌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我有空就會用口哨錄給你們聽